据中共官方媒体最近报道 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前苏联瓦梁格号航空母舰 历经10年的改造工程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军事专家们指出 瓦梁格号主要将用于训练 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战能力 远非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对手 同时这对于北京当局所宣传的和平崛起 也具有讽刺意味 官方环球网近几天登出了 停泊在大连的瓦梁格号最新图片 西华网4月6号转载部分图片 标题是巨舰即将出航 元70年中国人航母梦 这是中共官方媒体首次 对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公开报道 据报道 这艘航母将被命名为狮狼号 用来纪念收复台湾的 清朝康熙年间水军将领狮狮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专家的分析指出 中国军队拥有航空母舰 可以弥补他们至今没有航母而带来的耻辱感 因为邻国 譬如印度和泰国都已经拥有航母 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建造过程历经坎坷 瓦梁格号是前苏联1985年开始建造 1992年苏联解体后 建造瓦梁格号也中断了 1998年澳门创绿旅游预伦公司以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了 瓦梁格号打算改造为海上赌场 而在2002年3月辗转拖运到大连港 据俄国媒体透露 为了防止中方低价获得航母并用于军事墓地 在俄罗斯的要求下 乌克兰把瓦梁格号交给中方之前 切割并取走了动力和武器设备 有的甚至直接炸毁 瓦梁格号排水量6.7万吨 舰长302米 远小于常驻日本的美国河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 4号的加拿大汉河防务评论杂志说 改建后的瓦梁格号将在今年进入海上试航阶段 但路透社说 瓦梁格号形成战斗力还需要数年 韩国朝鲜日报8号说 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服役之际 中国的周边国家紧张万分 最关注的国家是美国 对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均衡将产生影响 德国之声援引军事专家们的话指出 目前中国的航母只具有象征意义 要想真正形成并有效使用航母的战斗力 还有数十年的路要走 中共领导层长期一直在辩论 是否有必要发展航母 2009年3月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时 首度表示 大国中没有航母的只有中国 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 主要就是因为最近中国这个国内的发展呢 沿海特别是沿海任何这个危机或者这个所谓的局部战争 对中国呢都会带来非常大的破坏 所以呢这个把那个战争扩到沿海外海 就是以后有冲突也不会在中国本土发生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转移 北京经济学家毛于世在博客文章中则表示 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 他强调这会造成国力的浪费和引起各国军备竞赛 纽约华人律师海明在博客中也引述他美国同事的话说 瓦良格号为中国人捡来的乌克兰垃圾 经过重新涂抹包装之后 紧紧表面光鲜 外界分析指出 中共建造航空母舰的主要目的 不仅是为了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 而且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粉饰腐败的中共专制体制 企图转嫁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 伯尼综合报道 不仅是为了的 这种原因是 不仅是为了 对 谢谢